好继续来看到花莲市原客嘉年华以及农夫市集办理年底感恩抽大奖的活动 消费每满500元就可以兑换一张摩彩券 那么累计1000多张摩彩券消费金额是超过了50万元 那么18号的下午呢是透过直播来公开抽奖 市长魏佳燕在正丰主任李真怡的见证下抽出了45个奖项的幸运得主 而抽中的名单请抢花莲市公所的官方网站以及浩克文化会馆脸书的粉丝专页 花莲市原客嘉年华及农夫市集年底感恩抽奖 18号下午在正丰市主任李真怡见证之下 透过脸书直播由市长魏佳燕抽出了45个奖项 抽奖过程中魏佳燕直呼很紧张 最后最大奖是iPhone15 抽出之后市长也亲自打电话给得奖的王小姐 王小姐吗 谁 你好我是花莲市公所我是市长魏佳燕 是 你有恭喜你那这边有我们的第一大奖是有摸到你 那是我们的那个市集里面的这个摸彩 市集的是是是 对对对 那那个你知道第一奖是什么吗 不知道 不知道来大声说一遍 恭喜你抽到iPhone15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你是花莲人吗 是啊是啊 好啊好啊 那就来客行所这边再做领取的动作好不好 市长魏佳燕表示 未来市公所会持续举办更精彩丰富的市集活动 希望市民朋友可以踊跃参加 我们市集后是从我们年中一直到年末后 那我想我们有一千多位我们的 只要消费满500后就有这个摩彩券 然后来投入摩彩箱后 那我们到了今天就是我们开奖的这个部分 那也恭喜我们所有的中奖人 那在这边也要感谢我们的客委会 那还有客家处 那还有我们的农粮署 等各多的单位都非常支持我们 最重要的是也要谢谢我们代表会 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让我们活动顺利的都能办下去 我们每个礼拜五都会在那边办我们的小农市集 那跟我们客家市集 那也希望说未来明年我们如果再筹办的话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同来做消费 得奖名单会公布在花莲市公所网站 还有浩克文化会馆 脸书粉丝专页 市公所也会用电话通知得奖者 即使起到12月21号下午5点 得奖者要携带身份证 到浩克文化会馆来领取 借鲁汇幻市报道